张一点,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你不要 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 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行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 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 情职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害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三十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三十